中华慈善总会 15岁高龄的网红爷爷王子中打扮潮流,一首首流行歌曲进现年轻心态,跃跃的歌声更是感染着评委和现场观众,于佳勒姐妹花衣同登台现场,化身于佳勒的点唱机,充分展现于民文化。 网红爷爷蒙翻全场传授心态,早些秘址在第六期节目中,一位穿着年轻时尚的大山退役老兵王子中来到了曹清华爱城万家的舞台,虽然他已有82岁高龄,但从他的衣着打扮和声音语速上都显得非常年轻,不由引来评委的惊叹。 王子中自称是网红,并且在网络上建造了一个小歌屋,为网友们演唱流行歌曲,他会唱的流行歌曲,跨越了四十多年,堪称中华曲库。 在舞台上,王子中演唱了一首,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歌声轻松愉快,干净澄澈,他跟随音乐摆动的步伐也让他显得年轻活泼。 王子中坦言,唱歌的走心,不能干唱,我唱歌是为了快乐而唱的,不仅希望自己快乐,我也希望听过唱歌的人能快乐,音乐能带来快乐。 快乐能让人,拥抱青春,王子中以歌养乐,以歌养生,以歌养老,想必这就是他能心态保鲜的原因。 哇,他这种乐观积极的心态,也值得观众学习,瑜伽姐妹经验开赏音乐,带来幸福感。 在曹青华爱唱万家的舞台上,很多选手并不是孤军一人奋战。 来自山东蓬莱的瑜伽乐老板娘孙长彦,与他的妹妹孙长珍,就给观众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 节目中二人和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他们的嗓音浑然天称,甜美动人。 两个声部演唱默契满分,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姐妹俩,能有如此歌唱水平,让评委们非常好奇,纷纷称赞二人是可造之才。 此外,评委腾师傅还耐心的给出,提高歌唱水平的方法,让孙氏姐妹无比收容。 如果王四中唱歌能带给自己快乐,那么孙氏姐妹唱歌,则是带来幸福感。 孙长彦表示,刚开始唱歌就是自娱自乐,后来发现为客人们唱歌,是件无比幸福的事情。 如今这对姐妹欢化身于佳勒点歌机,成为了余佳勒的特色娱乐项目。 正如夏小汤所言,歌声是一种幸福生活的表达。 这些中老年选手们用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对梦想的热情,时刻感染着观众,用歌声向观众传递着快乐和幸福。 在第六期节目最后,节目组还公布了前12强选手名单,曹新华二传万家战火升级,最终这12位幸运二,谁能积身四强呢? 本周六晚22点30分为您揭晓答案,大载更加精彩,引人期待。